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迈克尔·乔丹是NBA当之无愧的历史第一人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强如乔丹,场内场外也不可避免有他自己的缺点 也正是这些弱点成就了他的完美人生 先来看球场上的乔丹 在加入NBA之前,乔丹效力于NCAA名校北卡 不过乔丹刚进入大学时还不是特别突出 因为北卡崇尚团结并不会展现出英雄主义色彩 并且当时队内还坐镇着詹姆斯沃西这样的未来名人堂球员 所以乔丹也没有成为北卡进攻的第一选择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一的乔丹在NCAA的决赛中面对尤英率领的乔之成大学时 便大心脏地命中了绝杀 就是这一球让乔丹真正的扬名立万 在1984年参加选秀前 乔丹便已经是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 尤其是NBA各队的球探 当时球探所给出的报告为 身体素质极佳,弹跳与速度完美 善于利用各种假动作与脚步创造进攻空间 突破能力顶级 尤其擅长运球后的急停跳投 心理素质出色 能够承受一切压力 好胜心极强 防守脚步迅速 预判能力上加 具备成为外线防守大闸的前置 缺点是组织与运球能力一般 在三分线外的表现十分挣扎 不是一位好射手 打三号位身高偏矮 过于自信 投篮选择有待商榷 那么咱们逐一来看 当年乔丹球探报告中的弱点 是否在NBA赛场上得以印证 首先是乔丹的组织和运球能力 这一点在球场上不攻自破 乔丹用扎实的基本攻 狠狠打了球探的脸 乔丹自进入联盟极为巅峰 而他出入联盟的时候 就是花哨技巧的代言人 他能够打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进球 而他的控球水平自然是十分高超的 只要他想要得分 他就能够带着他的球 晃倒防守人之后跳投得分 而他也能够在一连续的花式运球之后 吸引对手的防守火力 完成妙传队友进行得分 这依旧是乔丹的能力 而这些得分能力 则是对于他控球水平的最好证明 巅峰期的乔丹则退去了年轻时的花哨 更注重于技巧的实用性 他的运球都是有目的的运球 是为了更好的去带动全队的节奏而代球 作为联盟中最好的几个得分后卫之一 他也是有着极为强悍的突破能力 撑入篮下完成爆扣是他最常用的招数 而罚球线起跳爆扣都是篮球之神的经典操作 能够完成如此流畅的爆扣的乔丹 无疑是有着一双能够轻松拿起篮球的手 而这双大手就是能够让他更好地进行控球的最好工具 而乔丹最强的就如同科比说的那样 基本功实在太扎实了 乔丹的场均失误率要低过很多联盟的球员 这就是因为他不常掉球 一旦球传入他的手中 他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将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这就是他扎实的基本功 而他常用的急停跳投更是需要强大的基本功 至于组织能力 就拿1991年乔丹对阵魔术师约翰逊 拿到生涯首官的总决赛为例 总决赛无场比赛 公牛4比1击败胡人获得总冠军 而乔丹的场均数据为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乔丹这轮总决赛 场均助攻高达11.4个 仅仅比魔术师少了一个 但是乔丹的场均失误 比魔术师少了接近一个 那么乔丹有没有刻意刷助攻 当然没有 在场均助攻仅比魔术师少一个的情况下 乔丹无场比赛 场均得分和超杰均位列两队第一 而且还有一点四个阻弓 可以说是攻防两端统治力十足 而不仅仅是为了组织球队 其实早在89赛季 乔丹就连续11场比赛打空位 这11场比赛取得十次三双 包括连续七次三双 而91年后 随着皮鹏的崛起 开始大部分时间充当球队的组织者 乔丹才逐渐以无球为主 减少了进攻组织的参与 但这绝不意味着乔丹的组织能力不行 再来看乔丹的三分 当今联盟属于小球时代 三分在进攻端的比重 远远超过乔丹所处的八九十年代 因此单看数据 不少球迷会质疑乔丹的三分能力 从生涯整体上来看 乔丹的三分确实不算好 场均只有1.74出手 命中0.5个 命中率仅为32.7% 然而我们说 生涯不同阶段的乔丹是不一样的 在职业生涯的前五个赛季 即从85赛季到89赛季 乔丹总共只在三分线外出手了287次 命中其中的58次 命中率只有20.2% 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毫不为过 考虑到当时 全联盟几乎都不重视三分 五年下来 每一支球队每场比赛 在三分线外出手只有五次左右 因此乔丹三分不好 似乎也可以理解 到了90赛季后 乔丹的三分终于有所进步了 当赛季 联盟平均三分出手次数 并没有增加多少 但是乔丹的平均三分出手次数 却增加到了3.04 不仅如此 他还能够命中其中的1.14 命中率是37.6%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 然而乔丹生涯最大的尴尬之一 也是来自这一年 在三分技术突飞猛进之后 乔丹自信满满地参加了三分大赛 结果总共只拿到了5分 创造了三分大赛历史上的最低分 大概是因为没有成功夺冠 并且还创造了尴尬记录 乔丹在此后的两年当中 又一次降低了三分出手比例 连续两年 他的三分出手次数 只有1.14和1.34 命中率为31.2%和27.0% 尽管如此 乔丹依然在1992年总决赛 面对拓荒者的比赛当中 创造了半场6个三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都是NBA的记录 也许是因为1992年总决赛上的成功 93赛季 乔丹又一次提高了 自己的三分出手比例 那一个赛季他场均出手2.9次三分 命中其中的1.04 命中率是非常可观的35.2% 可惜也就是在1993年之后 乔丹宣布了退役 此后复出 时代变得已经有些不太一样 96赛季联盟平均三分出手是16.04 相比8年前几乎翻了两番 大背景之下 乔丹不得不提高自己的三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乔丹 95赛季 乔丹在付出的17场比赛里 三分总共32投16中 命中率50% 96赛季 乔丹82场比赛 三分260投111中 三分命中率高达42.7% 97赛季 乔丹三分总共297投111中 命中率37.4% 这几年的乔丹 三分几乎成了常规武器 并且命中率还非常不错 换句话说 乔丹并不是不会三分 如果他能够重视 并且愿意出手三分 他可以在总决赛的上半场 投进6个三分 也可以在常规赛三分出手 超过三次的情况下 命中率保持在42.7% 这样的高水平 哪怕是在季后赛 乔丹也曾经在96赛季当中 场均以3.44的出手 命中1.4次 命中率高达40.3% 所以乔丹的三分真的不算差 虽然谈不上好 但是大部分原因都是时代造成的 如果放在现在 潮流趋势加上乔丹的苦练 他的得分效率可能会更加可怕 至于球探报告里的剩下几点 显然没有再去论述的必要了 对于NBA最好的得分后卫 身高 出手选择的诟病 只是吹毛球资 不过过于自信的性格特点 虽谈不上是缺陷 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乔丹 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 在众星云集的孟一队更衣室 名人堂球星们争论的不是巴塞罗纳奥运会的对手 而是谁所在的球队更强 争论着争论着 好强又自信的乔丹坐不住了 他直接站起来对着魔术师与博德说 拉里 埃尔文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退休的话 我从下赛季开始 见你们一次就打你们一次 做到你们退休为止 所以你们不用再来争论 谁才是最好的球员了 我这边的建议是 你俩直接退役吧 事实也确实是 随着乔丹的横空出世 大鸟和魔术师主宰的80年代结束 篮球之神开启了他的公牛王朝 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乔丹的胜负欲 也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才能在坏孩子军团的折磨中挺过来 创造两次三连贯的壮举 当然喜欢较劲也体现出乔丹是个敏感的人 从队友哈勃 皮鹏 到后背科比 无一不和这个脸上写着 生人物尽的篮球之神较过劲 因为过于喜欢争强好胜 乔丹的场下也没有场上完美 冲突退役去打棒球 只能信心而归 纪录片《最后之舞》过度美化自己 更是得罪了一批公牛时期的冠军队友 更别提乔老板糟糕的选秀眼光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缺点 才让乔丹更加真实 乔丹始终是个真性情的人 而不是遥不可及的神 在科比的追思会上时 致辞的乔丹几乎哽 让无数球迷感动落泪 随后 乔丹为了缓解过于悲痛的氛围 一边流泪 一边半开玩笑地调侃自己 今天过后 自己将会有一张新的哭泣表情包 或许这就是人们喜欢乔丹的原因吧 不只是球技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